今天是2月14日 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斗牙继显 香港研究部策略师杨允睿 和谭海运Wendy 陪着你一起开市 6年第一个工作日 祝大家浓满精神 事事顺利 Kurtis 今个星期大市是什么焦点 今个星期A股优势 但都可以看着利岸人民币 看看市场如何看中国的数据和表现 农历假期前 内地公布了新增贷款数据 市场原本预期都挺高 谁知今次数据再超出市场预期 到底对整体经济的复苏 会不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稍后Kurtis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要向下 导致一度急跌超过700点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市场预期 启动减息的时间有机会再次延后 10年期债息升至3.4.3厘上 美国三大指数低开后跌幅扩大 导致临近美市一度跌超过750点 其后跌幅收窄 收市跌524点 跌1.4% 收报38,272点 重回2月1日水平 标指跌1.4% 收报4953点 纳指跌幅较大 跌1.8% 收报15655点 欧洲股市普遍下跌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2.7%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焦点科技股普遍向下 苹果、Google和Meta跌幅超过1% Amazon和Tesla跌超过2% NVIDIA和AMD都未跌 微软跌2% 芯片设计相对急跌1.9%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是个别发展的 阿里巴巴是比本港收市高的 逼近70元 收市折合69.99元 汇控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昨天高位1度突破38,000点 今早要跟随美股向下 最新跌超过280点 跌286点 37,677点 首二综合指数跌超过1% 跌42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跌幅超过1% 我们一起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跌190点 恒指到15,700点 稍后对原本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我们现在和Kurtis聊天通胀数据 昨天的通胀数据 其实都对大市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按年和按月的升幅 都是大过市场预期 先说CPI的按年升幅 按年升了3.1% 市场原本预期 可以从回忆至头 只是升2.9% 见到最新的数据 都比市场预期大 但比起1月份的3.4% 其实是有所回落的 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按年升3.9% 高过市场预期的升3.7% 核心CPI的按年升幅是0.4% 亦是高过市场预期 更加是8个月以来最大的升幅 最新数据见到 预期3月减息的几率 跌至不够10% 预期5月减息的几率 就升到六成以上 数据公布后10年期债息 就升到4.3厘流上 美匯创出三个月的位置 金价和加密货币都要向下 Kertes 你如何解读今次最新的通胀数据呢 你觉得5月是否能啟动减息呢 我们一向都继续看 6月份才有机会 比较大机会减息 今次的通胀数据可以说是 出乎市场预期 亦都是符合预期 怎样说呢 就是因为 你看到就业数据 零售数据 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本身市场预期这么进取 通胀可以下降2.9% 其实本身就不是太现实的 今次这个CPI 其实可以说是 能有些冷水 令市场面对现实 但我现在来说 那个减息预期 仍有些修正的空间 因为你看到利率期货 好像你刚才所说 现在还预约5月份减息 全年来说 市场仍预约3至4次 很明显跟联署的官员 尤其是过上次议息之后 证密期之后出来说 表态仍有些距离 我想大部分联署的官员 远速来说今年仍要减息三次 之前市场一直都不信联署的说法 由去年底开始炒这个减息 我想这阵征服 其实就偷资了减息预期 尤其是5月之前 那个减息预期还有修正的空间 可能债息仍会有些反复 美股可能也会有些少调整 你觉得调整的机会 也会继续有 好 美股终于回落了 其实你对于比较长一点 例如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走势 你会怎样看呢 在高位上横行 还是说 譬如现在越来越多消息 譬如商业楼宇的资产质素 会冲击到小型银行 甚至是对大型银行有机会冲击 对经济有没有机会有一个传途去影响经济呢 你觉得美股会不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呢 我想美股暂时来说 尤其是短线就不要预计它会有很大的调整 美股的momentum 因为跌少少就很多人想买 对 尤其是现在仍然吸引全球的资金 对市场来说未必是一件很健康的事 但是你见个别的股份 像NVIDIA或META 继续都强势的话 其实支撑着市场气氛 但是如果你说整个上半年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美股都有机会 会有一些健康的调整 如果到下半年的话 甚至是真的落实减息的话 美股有机会再强势 是的 大家继续留意美股的走势 好 我们现在看看港股上个农历年 就是肚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走势 肚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向下的 当日恒指低开 之后跌幅扩大 当日只有半日市 低开的点数是168点 之后跌幅扩大 收市跌131点 收报15746点 是年跌三个交易日 科指跌1.3% 收报3127点 国指跌0.9% 收报5306点 全个肚年计算 恒指跌了6300点 跌了28% 科指跌了31% 全个肚年表现最差 药明生物 全年跌了75% 其次里宁和迫伏 都是跌幅超过7成 表现最好的有中石油 全年升了52% 其次中海油和理想 分别的升幅超过4成和3成 内地上星期五就开始优势 北水暂停下星期一才会复仕 谈谈谈股大事的情况 我们先谈谈近日的言论 昔日中国大好友 摩根士丹利的前亚洲区主席 罗奇 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赞文 说香港已经玩完了 他说了三大原因 包括香港的政局 内地的经济 以及中美关系 其中说到内地的经济 受到3个D的影响 包括债务 人口减少和通缩的问题 他说对于有意见 说到所有坏消息 其实已经在港股折扬看到 内地最新的行动 包括经济刺激措施 口头干预等等 可能会引发短暂的反弹 但他说对抱持怀疑的投资者 其实需要见到北京有更多的行动 在北京有更多行动之前 其实香港很可能会深陷入 中国制造的陷阱里面 这个言论反映外资 都真是挺悲观 以及见到问题是属于结构性的 你觉得这个悲观的情绪 是否会持续困扰港股 港股未来的情况 就是易跌难升 短期来说市场 在看经济数据未有起息之前 的确它都真是很悲观 但我觉得你像打机那样 卡关就不等于直接游戏 大家都仍有点尝试机会 你说港股是否真的完全 尤其是港股是否真的玩完呢 我想更大程度上是那个风格变了 以前大家都看中国经济 都是不停增长 亦是选择高增长股 但是近年其实增长开始放慢了 又不是没有另一批股份做得好的 刚才你说过去年表现最好的就是中石油 你说跟美股比较 其实原来港股都有些行业板块是优胜的 你说中石油 其实过去一年那个回报 未计股息都涨3.6% 你说看美股像雪佛龙这些油股 其实过去一年就要跌1.2% 再看中移动 过去一年就涨1.6% 你看美股的AT&T就要跌1.1% 我想可能市场风格现在有些改变了 你在经济数据未是很乐观之前 就很难吸引市场去再找一些增长股 但是不代表港股就完全所谓玩完了 是的 你觉得问题都未必是说他们看得这么悲观 因为香港已玩完这一句 那个用词其实都挺直接 亦都是挺长远的 但Kurtis就说 未必是一个很结构性或者很长远的问题 我们看短一点 中央在农历年前其实就推出了多项的措施 包括是会金扩大了ETF的增持范围 降准 限股空等等 内地股市其实收勞前是做好的 上证就重上2800点以上 但港股要跌三天 最新见到的数据就是新增贷款 其实对上一个月大增接近5万1 一会儿这个数据如何解读 我们会详细谈 看指数的时候 除了是经济面之外 亦恒指公司就说 农年过去看历史数据是励升的 你如何预示今年港股 例如第一季甚至是上半年的走势 最坏的点数见了吗 还有上网有看多少呢 你说真的看统计 过去农年四次都来胜 平均升成一成多 但你说看回宏观因素 我想现阶段未必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但也就像刚才所说 我想也要中央多些数据出来 之前最新一轮的构刺措施 其实比我们看到有些所谓的诚意 除了降准释放1万亿的数字 给大家看一下之后 其实很多立场都有180度改变 你说资本市场方面 要将资本市场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货币政策当中又说 降准还有很大空间 甚至之前强调人民币的稳定性 现在都放宽了 说保持人不为弹性 就是给多些空间做宽松 财政政策甚至有更多空间 去开发多些政府债券 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这些构市措施到底有多久作用 我想我的看法应该反过来 就是这些构市措施 不要预期短期之内 立刻扭转市况 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实这一轮构市措施 跟2015年2016年的时候有些相似 当时2015年6月 上海股市曾经单日跌6% 6月底做了降控准 7月初开始有些所谓的国家队入场 之后还有些限制沽控的措施 其实招数跟现在很相似 但当时股市去到什么时候 才完全扭转走势呢 其实要等到下一年2016年第一季 那个时间正正跟官方的製造业PMI 由50楼下收缩升回到50楼上 那个扩张水平是吻合的 老土地说 都要等经济数据有改善股市 才能完全扭转走势 否则暂时来说都是一些反弹 但是如果是否见底 我们相信很大机会 有机会见底的 点赞来说